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熊貓 我最喜歡鷹鵰鵝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猴子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五尾熊 我下車的時候我嚇一跳 因為進來望遠過去都是志工 大家臉上都充滿微笑 然後打招呼好親切 我們的小孩有一點嫩住 因為他們比較少出來 久了以後手牽著就不放了 就覺得他們這些志工真的又熱心 然後又親切 這個活動是安排在木榨動物園 是一個一日遊的活動 早上會有一個動物的大探險 也有安排了一些長官們 來對於學童們做一些動物的說明 他的生態的說明 我覺得幫助別人最棒的地方 就是當你幫助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產生快樂笑容 其實應該就是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吧 他們是秀蘭國小的學生 那他們來自於比較偏遠的學校 整個來的車程大概有三個多小時 對於動物園裡面的動物 他們也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然後一直分享他們的想法這樣子 來 來了 來了 到了中午時間 我們是希望可以給小朋友 他們能來用餐 吃一些東西 那當然一方面除了吃之外 還帶他們做一些趣味的教學 謝謝 陸陸師傅有遇到有一些志工 原來他是對這個活動 並不是太勇於參加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經驗 可是他來參與之後 他發現到 他真的是選擇對了 他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去感受這些 偏遠鄉村的這個小朋友 然後我們在這樣一個活動裡面 讓他們體會的非常的多 應該說一般的員工 在一個公司工作 就是一般的員工 可是如果公司能鼓勵我們成為公益大使 那大家對於這個社會 就又盡一份心力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在工作起來 其實你會很有很有成就感 正向的力量 是富邦一個從頭到尾 一直不斷的在強調的一個力量 讓社會更進步更和諧更少 那些我們所不樂意的事情發生 謝謝富邦哥哥哥姐姐 謝謝富邦的姐姐帶我來動物園 我真的很開心 謝謝你們陪我們在動物園玩 如果這次沒有富邦的哥哥姐姐們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再來看 就是我最喜歡的五尾熊 我最喜歡的五尾熊 我最喜歡的五尾熊 我最喜歡的